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属金的也就是属猴的人而言 在几亥年你会有几个角色你可以来注意一下 首先你属金的人金会来生水土又会来生金 所以在今年的卦象当中 属猴的人他是扮演着一个叫做通关的角色 什么叫做通关呢 通关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会从你身上经过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从你身上经过但是他不会留下来 那讲得更仔细一点更详细一点就是 假如你今年你碰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那可能你会沾沾自喜觉得 是不是老天对我有所眷顾 让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良机 让我能够让我能够翻身 但这时候你不要高兴的太早 因为好的事情他会从你身上经过 但是不会留下来 那同样假如你今年碰到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是说碰到非常倒霉的一个发生 那你心里会很难过说 哎呀是不是我人生最不好的运气 最倒霉的时候到了 那你也别难过 因为这些倒霉的事情或者是不好的运气 他也只是从你身上经过 他不会停留下来 叫做凡事叫做虚惊一场 但是也很多事情可以叫做空欢喜一场 所以不要高兴也不要难过 因为事情都是从你身上发生 都是从你身上通过 通过去以后我们叫做传过水无痕 当作没有事情发生 所以对于属猴的人而言 在2019年应该保持着一个中立的态度 第三者的一个立场 或者是一个更客观的一个思考 才不会被这些情境 或者是被这些发生影响到你的心境 那才能够在2019这么动荡的一年当中 明哲保身 不会大受刺激